進入三地門鄉大社部落 必定會看見入口處有可有達瓦蘭的石碑樹立者 那是部落在15年前所立的入口意象 但是在101年11月時 未經部落族人同意下 遭到部落族人私字更改為巴黎拉漾的字樣 引發了部落爭議 曾經在路過村長的如同一表示 大社部落所在地傳統名稱就是巴黎拉漾 而改名的舉動只是恢復部落的原本名稱 達瓦蘭已經在商場的時候 達瓦蘭的部落 他說我們上那個四個部落 是不是可以新生在一起後 沒有辦法在達瓦蘭啊 跟老人家說 改那個巴黎拉漾 這樣啦 有沒有經過部落的那個討論之後 有有有有 有經過部落討論 對有對對對 跟改名稱的族人表示 改名是經過部落的同意之後才做的 但是這個說詞 遭到部落社區發展協會的博斥 理事長說 大社部落所在地傳統名稱為 但大社部落是因為族人的發源地 而取名為達瓦蘭 在魏京部落族人的同意下 應該不可以擅自來更改 就如同魏京部落許可 也不可以擅自立碑 這樣的行為已經讓部落陷入爭執 過去如同意 他當村長的時候 他也立那個北野 那是他立的 在部落裡面 然後就直接寫到達瓦蘭 岩湘的那個地名叫達瓦蘭 可是我們是從達瓦蘭那邊發言的 我認為他不能用他個人的方法 或者是強勢手段 要改就改啦 要立就立 社區理事長說 部落命名是大事 必須有部落族人共同決議之下 才能夠執行 對於少數族人 擅自更改部落名稱的行為 將由部落會議來益處 記者哥舍 評論三弟們 參謀報導 好嗎 無理 描述 不是